昨天我带领着老妈沿着小溪逆雨而上 一路放上越岭进入雨林深处 途中还发现了一握野鸡蛋并且还有野鸡看守 随着不断的深入雨林里的环境也变得越发的阴暗潮湿 无奈只能赶在天黑前 利用冰工厂找平一块工地 铺上一层东叶以天围背地围床将近了一晚 冰凉冰凉的 车面不觉想 处处蚊子咬 抹上吸泥巴 管它咬不咬 这车完走 看你还怎么样 你东西收好了吗 哎呀 你这是去泥里打了个滚吗 咋像老水牛一样的 你知道水牛为啥会打滚吗 不知道 因为它影评没有你的后 那不知道就要走了吗 哎呀 你倒是帮我拿点东西啊 我们迎着荆棘仔图崎岖不平的峡谷 又连续翻越了几座山头 实在是扛不住了 哎呀 我先喝个水 哎呀 像你这样子喝水可以烧 像我这样加个叶子折个椎呗 让开 这样子喝起来才有仪式感 哎 花里胡哨 来 你看左边 我们沿着这条小谷再放一只做伤痛 应该就差不多了 你口才好啊 要是走到明北大西北 嗯 那行吧 就在这附近找个空旺的地方 谁打得连续帮我走 哇 来 你看 这颗老许蒙山也展望了一望老鹰区 不过这卧是白色的 哎 这是树蛇鹰 这是谷布垃圾的 啊 我还以为可以吃呢 哎 你乱吃嘛 吃错了山上得讲个包 啊 来 你看 这里地势还算停的 咱们分工行动 去寻找一些材料来搭进地势酸 哦 你原理到处是疼吗 我把这疼了 实在是开心了 就我这些小生猫根本就扯不下来 还好以为你长毛了竹子 搞上几个带回去 由于竹子属河本棵植物 只要不破坏根系 来年还可以继续生长 我打算利用这些竹子 在两棵大树中间 搭建一个当模式的地务所 竹子与大树间利用疼吗 捆绑扎实 另外两棵栗柱也要生奶 并且将土牢牢压水 我们搭建庇护所的材料 采用的都是一些竹子 以及小溪两边的芦苇草 尽量做到不破坏这里的生产环境 忙活了一下 我们的庇护所终于是搭得差不多了 好了 草夺了 你再去询找这些材料来把团搭好 哎 时常这个牛都不在这样站的 我们刚搭好庇护所就迎来了一场大雨 哎 你就搭这些谁啊 外面是大雨 里面是小雨 哎 真是乌龙皮肤里面雨 防不胜防啊 哎 好了 雨婷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找点吃的 嗯 明天是清晨的 哇 哇 在这片树梦上发现了一颗芭蕉根 听说这玩意儿的电感含量非常高 用厂子给它挖出来 终于搭下来了 哇 真是大一头 起码有几十斤 三个人时尚几天应该不成问题 直接给它清洗干净 再会切成片放下车 哎呀 肚子要快疼了 哇 哪里掉了那么大部分手袋呀 哎呀 累死我了 哎呀 看来今晚火树伸不走啊 整天将就实验这我也硬扛一下了 哎呀 跟咱大门招牙的 哎呀 跟咱大门招牙的 来一下尝尝 哎 昨天是树心 今天可树跟着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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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